如果你搭上車恭喜你 但是如果在高檔爆大量 甚至長紅變長黑流上癮線的時候 就要特別留意了 要趕快先跑一波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說 這種阻力特別喜歡的 Rog這種標果 每次都先標一段 我們怎麼可能敢去追 我們找萬里長生骨來做 所謂萬里長生骨是什麼 就是它一長很久 二不會倒 三有握力 所以它長也得繼續買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 那你為什麼不買 我們來看趨勢裡面 今天整個線型裡面 是長期下跌了以後 打了這麼大的圓形底部 接著是外資開始慢慢的買進 指進不出 各位請問他的公司 除其之後錢是黑眼珠拿得多 還是藍眼珠拿得多 藍眼珠拿 黑眼珠在買 這個趨勢 一時代上你就跟他說 因為這用的是 預線 在預線裡面是上下上下下 所以你買它太慢 你可以買它全正 你做到剛充 它的漲別發動很簡單 過年要充關它就動 所以要找股票 穩健 一路漲 不會倒 今年獲利十塊 應該不會倒 有道理 重新也有錢 所以這種股票 我們就來回做 來回做 除了那種很好的主力股以外 今年是新舊並存 這個股票拿來做全正 做很多很多當充 盡量用這個工具來做操作 所以說萬里長城骨 所以這萬里長城骨 就算它長了 你也不用怕 但是有句話說 不上長城非好漢 上了長城怕有遺憾 所以這家骨的話 我怕有遺憾 我膽子比較小 對不起 所以我再問一下陳寅哥 我就會